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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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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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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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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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上有了突破 也依然会被剽窃 依然得不到世人的认可 我对不起 先生 我 以及我们研究室的所有人 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我们会竭尽所能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人 在这个领域 做出了成绩 我们为自己的祖国 也为整个世界 创造了无价的产生 实际上 真是心热心的 刺激的故事 但是真的 先生 你希望我相信 你全是为自己的国家 来吧 我们真实在 你真的想什么 原计划 打赏中国研发的印记 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做不到对吗 做不到对吗 没关系 发布会即将开始 欢迎您亲自 来戒证中国科学家的实力 美国战则 是大个吗 是大吉尔的 有一个朋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真好看 小岚 你会原谅爸爸对吧 爸爸所做的 都是为了你 老子 是小山来了吗 是阮先生 阮长 好久不见岳父 你怎么又瘦了 多谢岳父关心 你来做什么 您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这里还是像香兰走之前一样 我每周都会安排人来整理和打扫 岳父 您知道我第一次见到香兰是什么时候吗 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还没有这张梳妆抬稿 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您的下属 我们都还没有来到这个地方 有一次我爸爸做错了事 您打她 我不知天高地厚 想冲出去替她挡 香兰在我之前出现了 她那么小 却那么善良 她说打人是错的 打人的人是坏人 然后她扶起我爸爸 还问她 疼不疼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天使的样子 后来 我爸爸赢了您 您也被迫来到了A城 您以为我爸爸跟人一起来 想对您赶尽杀局 不是 岳父 是我要来的 是我要求来到这里的 香兰是我的太太 无论她走到天涯海角 我也一定会找到她 文章 香兰她已经死了 不过她没死 她只是失踪了 三天了 香兰可能已经 她一定会回来的 我不能让她一个人 我在这里等她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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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了 她是她的 她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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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她 好吗 大家找她 谢谢 找她 文章 先生 如果这些是她的 很少 很少 我抱歉 闭上 或我会杀你 你可不可以 冷静 冷静 冷静点文章 你可不可以 冷静文章 闭上 她的身边 再也没有找到 她的任何线索 这说明她还活着 文章 你要相信搜救人员 我不信 只要我还没有 见到她的尸体 她就一定还活着 查先生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嬷 阿嬷 小山 来 坐坐 昨天晚上你阿嬷给我发消息 说很想你 她恳请我 想听听你的声音 她 这些年我不让你跟你阿嬷联系 一来呢 是怕你分心 二来呢 我也怕我们做的事情 让你阿嬷暴露在险情之中 我也是做父母的 想来走了以后 我知道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思念的 我阿嬷她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你冷静 你冷静 你告诉我 她到底怎么了 她前一阵子 尾部查出一个肿瘤 你放心 不过是良性的 我已经安排她做了手术了 你阿嬷年纪大了 以后这种事情都是层出无穷啊 你说万一下一次她再生病了 你是她唯一的亲人 你又不能照顾她 这后果是不敢说向她 展叔 您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其实您很明白 您想让我再次帮您指寻人 做孝子还是做情种 你自己选择 你自己选择 张叔 你别逼我 小山 时不待你 你给我一些事情考虑 明天 你答复我 你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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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 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你老了很多 没有人能够偷偷摔了 不对 香兰就永远停留在了二十二岁 你找我来 就是为了跟我犯纠章 真是纠杖 你翻过去了 队天长 没事吧 滚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 周小山 香兰是因为你才失踪的 现在怎么还能气挺身弦地站在我面前 如果当初不是你对她做了那种事情 她会死吗 香兰是我的 可是她不爱你 对 她爱你 但你又给了她什么 你留给她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让她在二十二岁的选择 结束自己的生命 周小山 这辈子你欠香兰的 你永远还不清 我已经把我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我还不清 你自己好好过了 凭什么 你凭什么还可以这么平静 周小山 她为你虚情了 你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 我活得一点都不好 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完全是你自找的 可是你可以活在阳光下 而我呢 我一辈子都只能活在过去 永远翻不了身 知道我余生唯一的心愿是什么吗 我希望扎叔放了我 我能够好好陪着我安宝 给我生下的日子 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 陪你阿嬷 给我生下的日子 这是你余生的心愿 人生真是精彩啊 公平 公平极了 你什么意思 周小山 你余生还想过好日子 你余生的心愿 下辈子 你挺好的 你阿嬷早死了 比向蓝死的还早 你说什么 不 不可能 周小山你说是不是很公平 你害死了向蓝 你余生还想过好日子 你做梦 你骗我 不敢啊 不敢啊 想蓝子离开被放的季节 我离开你的世界 我离开你的世界 就隐身在你眼里 视而不见 渺无音讯的坚决 看你趁我还模糊在耳边 崩溃在我左肩 吻着我阻止说再见 我给的爱 爱到沸腾 我只掩埋原材 就为你存在 别阻碎掉了我回来 要换我心来 你的爱 向前未留住我所有宠爱 希望你别伤怀 像豪鸟飞出眼底的再见 实现拉长的告别 你转身抱住了我 他脸太美 我逞强也被瓦解 老大 赵叔 我想好 你的答案 我 我继续忍我 很好 我要为你存在 用着老的摇摆守护 遥远的等待 我的爱 会为你而战 请等我回来 别松手 别分开 不同的细胞 有不同的生长周期 但无一例外 终将衰亡 为了延续下去 他必须在死亡之前 复制出一个新的自己 但保护细胞复制的端粒 每当复制一次 就会缩短一次 当端粒消失殆尽 DNA就会容易产生 突变 信息丢失 进而促使细胞衰老死亡 科学家布莱克 在研究中发现 有一种叫端粒酶的蛋白质 它可以通过精密的机制 参与合成出新的端粒 有了端粒酶 我们的细胞 就可以突破海夫列克极限 从而获取永久的复制能力 也就是说 困扰我们人类的 世纪难题癌症 或将就此功课 科学家布莱克 通过此项发现 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 但这一项发现 仅仅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更让人担心的是 90%的癌细胞 也是这种思维逻辑 端粒酶可以让我们健康的细胞 无休止地复制下去 但也可以激活癌细胞 让癌细胞无限复制下去 攻击人体 现在由王岐天领导的 原计划项目 在上述癌细胞的端粒酶 研究上 已经获得了革命性的进展 并且进入到二期冲创 这意味着 癌症治疗将取得革命性的突破 感谢观看 谢谢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们有话要对你说 放手 听到没有 她要让你放手啊 放手 陈勇 我们走了 A城全球生物科学大会最新快训 华人生物制药界大王王岐天实验室 球嘉宁参加本次大会 在今天上午十点 全球首次发布最新重磅研究成果原计划 或将成为接下来十年最值得期待的 癌症治疗药物 你们看啊 这个嘉宁平时不修蝙蝠 这上台一打的 挺像明星那么多 上镜啊 你看 请你有消息吧 雨有荣烟 周小山 这家伙怎么还潜伏在群里啊 对啊 光你屁事 我拉个新群啊 我们以后这个实验室工作的设计的咱们新群你说 对 对 毕竟我们原计划呀是世界顶级项目 对外保密工作呢还是要做好的 是 在群里也不聊工作啊 除了明星就是八卦 要不就是哪里都有好吃的 章语 你是一名实验员 你从事的是世界顶级的项目啊 你从现在此刻乱闹 你就要有觉悟 黑人员员得吃饭了 来啦 请你出去 出去 不然我喊人了 你喊啊 我无所谓 我们已经翻手了 可以不要再有交集了吗 扎叔想要见你 我为什么要见 你是怕跟我回去见我的长辈 别人误会 还是怕我对 赵小山 你够了 你可以不去 他来找你也行 两个小时 明天下午两个小时 够了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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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 你 你 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 打 九老日 精辟长 谢谢 味道怎么样 酷 好 来 加点糖试试 来 还是很苦 赵先生 其实很多事情都像您泡的咖啡一样 就算加了糖也改变不了本质 邱老师 你跟小珊的事情是小珊的不对 我代替她跟你道歉 别这么说 感情的事没有对错 当年我经历了丧女之痛 所以对小珊提出了一些非分的要求 没想到她往心里去了 赵先生 如果您是想当说客 我看大可不必了 不不不 我不是当说客 我是想告诉你 她对你赏心了 小珊回来一个多月了 这一个月 她每天都在赌场里随时梦死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这一次 她的心真的疼了 在她的内心 不但有对你的不舍 还有对向蓝的背叛 对我的内疚 所有的一切都压在她的身上 简直要把她压垮了 可是她已经做出选择了 她后悔了 她现在知道了 替你原谅她 再给她一次机会 好吗 赵先生 我也有我的原则 您刚刚说的 我可能办不到 邱老师 小珊没有对你说起过 我女儿 将来是怎么死的吧 赵叔 过去的事情您就 是 当时向蓝开枪 射上了要驱逐她的男同学 小珊 替她顶罪 但是对方的势力太强了 如果深究下去的话 小珊一辈子就得在监狱里渡过 小珊 想蓝没有办法 就答应嫁给她 可这嫁过去没多久 抑郁症发作 挑衍自尽了 她无法接受 和小珊以外的男人在一起 她和小珊的感情害死了她 小珊提出来跟你分手 也是怕有那么一天 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 是不是 小珊 赵小珊 你这样对我 是怕我跟你在一起 因为你会受到伤害是吗 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邱家欣让我给你带的 我可没看啊 你不拆开 看看 不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想知道她让我给你带了什么 好 不会吧 原来你喜欢这只粉红色的猫啊 没有 你喜欢的猫啊 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说了我 莫莉啊 大老远的 我跑过来她就让我给你带这个 哥 行吧 你替我谢谢佳琪 别了 你自己跟她说吧 走了啊 等等 不要 又怎么了 我问你 佳琪在你心里算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在你心里她是什么人 土地 学生 妹妹 对啊 就这些 那不然呢 不 我曾经还把她当作我未来的小姨子 可败你们家那位周小天所赐 我跟邱佳琳这辈子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你还是喜欢邱佳琳的 瞎了眼 你说什么 你说谁瞎了眼 你 你说 什么情况 打呀你们 推塔呀 你们怎么都死了呢 这么菜 我去 往前走啊 你这傻子吗 师傅 我正关键时刻呢 你等一下啊 邱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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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真厉害 喂 师傅 你说 说什么呀 你不知道国际长途很贵的吗 你让我等着 是你打给我的好吧 行吧 东西我已经给你送到了 他也收下了 李欣 不过你这朋友对我态度特别差 怎么就跟赵小山沉岸关系的人 都这么招人心呢 师傅 莫莉怎么招你了 她骂我 她骂你什么 她问我是不是还喜欢你姐 然后她说我眼瞎 然后她说我眼瞎 她说谁瞎了眼 她说我眼瞎 也不一定 没有可能说你姐眼瞎 凭她没看上我 我看上你姐我怎么能眼瞎呢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 对吧 邱佳琪 你说话呀 师傅 没什么事我就挂了啊 什么没事 这么早就睡了 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 你有空可以去找我姐 一锅他乡的 皮皮情操 胖胖胖胖银 多好啊 她现在正和赵小山在一块呢 他们俩怎么又在一块了 行了 我不想说了 挂了啊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继续配合周小山 完成原计划的任务 我需要怎么做 她要去和邱佳宁复合 邱佳宁这个人 她是一个外容内刚的女人 小山复过她一次 要复合绝对没那么容易 哥都做不到的事 我恐怕也无能为力 不不不 有些话盘观者说出来 反而会打斗人 我不是来跟你喝酒的 我喝 好 我知道 我们之间不可能了 可是这一次 我只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 让我重新回到实验室 赵小山 你想什么呢 之前我那样地恳求你 你态度坚决 现在你又说你要回去 从感情到工作 你再跟我开玩笑呢 只要你能让我回去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选择生化 选择生化是扎树的意思 可是对于我来说 任何科学都一样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实验的时候 是本科二年级 当时有一位师姐 他在演示 北京的实验 很奇怪 我明明是第一次接触实验 但是好像做过很多次一样 我是所有同学当中做的最好的那一个 那要怎么样 你跟我说这些来了吗 我想回来 只有工作才让我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 我想和大家一起努力 和大家一起为原计划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可是你的辞职信已经跳上去了 朱朱说 公司没有批我的辞职报告 他还说黄总要你极力挽留我 是 希望能够再次与你共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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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吧 你确定要一个人留下来吗 当然 我不习惯你一个人留下来 那你想怎么样 熟悉吗 熟悉吗 那天晚上 也是在酒店 我喝多了 晚上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夜晚 当然记得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还听到你叫了别人的名字 我还听到你叫了别人的名字 我是故意那么说的 小妮啊 angela 如果能够就下午些的时候 你忽然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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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习惯养成了有改 全是痕迹 花过了花期 花来盛夏凋零 也曾残弱星辰 遗憾而易 你擦肩而过 你当了几句日 真无形的枷锁 远泪远起 岁月过尽 孤星里 我却不能抹去 你留下的美丽 你呼啸而过 伤不了几段忘影 在人群中穿梭 无怨不尽 我太钟情 不怪你 就让你的鼓励 在我的青春书名 请你就此 别回头 你留给我的失落 都如此温柔 我太钟情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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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 我太钟情不信 Event 你发 Araを 信号